台开新天堂乐园传出即将停业 但是连假第一天上午还是有上百位来自外县市的游客到这边游玩 不少民众得知台开旗下不少园区包括开心农场和新天堂乐园要歇业了都觉得很可惜 台开集团财务面临危机传出旗下事业包括花莲著名的景点新天堂乐园 金门丰丝爷购物中心恐将停业 台开副董事长兼发言人吴子佳表示 营运确实有困难但是没有所谓的停业时间表 已经请经理部门提出善后的方案协调新的合作模式 如果今天这个真的要结束营业会不会觉得很可惜啊 对你来讲的话 我觉得当然还是会可惜啊 听闻停业消息商家和游客都非常的惊讶 但是这空穴来风台开集团财温亏损金额庞大 累计跳票已达新台币10亿元 旗下经营的金门丰丝爷购物中心 以及台北竹空间新竹云梦山丘也都传出面临停业的危机 很值得来这边游玩这样子 走走看看这样子 对对对 记者林杰吉安乡采访不到